虽然我不是那么大声地去试着 或者是来批评 或者是怎么样来讲话 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观点 我是张可纯 我是一名摄影师 腾讯新闻 发一组关于黄河的我的作品 就差不多有几百条回复 但是绝大部分是在觉得 中国不应该是这样 甚至还有说 你是不是国外的间谍什么 中国太大了 在这短短几十年中间 是之前的几千年没有的变化 那么剧烈的变化 我作为一个个体 我会觉得这么快的发展 这么快的变化 会有一种不适感 就是我会表达出来这些观点 新闻看到的一个场景 就他们每年喜欢扛着毛泽东的像 去游黄河游这些地方 岸边差不多有一两万观众在看 然后第一年我想拍 但是当我架着相机 被岸边的太多人挤开了 就没拍成 第二年 12年我才拍上那两场剧 这个佛像是在临下 就贺兰山里面有好多煤矿 有一个梅老板他捐了一个寺庙 在寺庙门口有一个很大的佛像 就这个佛头是那个佛像做坏了 然后扔到一个路边的一个煤厂里面 这感觉还是就是说 作为一个个体人的一个状态 哪怕他人比较小 拿掉以后就不太成立了 一个雪山 天空跑过去一根电线 我都会爆料 因为其实它有人的痕迹 《黄河》里面当时有一张 我记得是在东营 甲山那个有个小亭子里面坐着一个人 其实那个人已经就是我自己 当时是一个游客帮我拍的 这第二套作品都是都有之外 作为一个摄影师既是旁观 同时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参与者 我们既置身世外 我们也身处其中 每次出去差不多一个月 然后又回到成都整理一下 冲洗一下 然后又出发这样一个过程 我其实就是一直在媒介上的尝试 包括摄影的边界上尝试 但有一天真的觉得 这个OK 我肯定会拿到公众面前来看 我也是在不断地学习的过程中 有一天我甚至完全推翻我所有的东西 去参加展览或是将来 有时候肯定会有变化 但是当你背上相机去做东西的时候 就会回到你最基本的 我也是在不断地学习的过程中 我也是在不断地学习的过程中 我也是在不断地学习的上迹 我也是在不断地学习的 这些月是即将以智毯的不断地学习的 丝聪的